可以把縮圖先叫進來 另外也可以把超連結叫進來 這個可以先看 因為主要會需要用 還有把裡面又把它刪掉 裡面的縮圖 主要裡面會用到 就是這個Do-Fi的回圈 然後它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你要告訴它你的檔案的位置 這個是PASS 就是你的路徑 C疊底下這個路徑 然後呢 它用一個函數叫DIR 這個DIR就是幫我找到這個目錄裡面 所有的檔名跟副檔 然後一個一個的怎麼樣呢 Do-Fi有意思說 一個一個的幫我放到這邊來 直到他找不到 這個不等於空的 就是當他找到去做下面的事情 那如果當他找不到他就離開了 也就是一直讀到檔案沒有為止 就每一個每一個去 做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 Add the picture 有沒有 就是把圖檔放進來 放在哪裡 然後這邊有個長寬高 有一個寬度啦 高度啦 還有它的相關位置給它一下 然後 再來就插入插 我覺得有註解 插入超連結 這個敘述 可以跑一下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到 之後也許 有時間的話我們也帶一下這一題 也可以啦 反正這邊的話其實也蠻多題的 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其他補充範例 所以雲端白板底下還有一個其他補充範例 像剛剛那一題是進階 對不對 不過當然 因為這個我們課程還沒有到進階啦 所以有些比較難的 也許我放在這邊 你有興趣的話自己看看 有問題的話可以再發問那個關係 不過前提就是 怕是說你們會聽的比較辛苦啦 因為這些東西都真的可以在工作上發生效果的 因為說真的啊 你不會跟會 真的這個效率是差十萬八千里 人家都兩下都做完了 但你還在那邊每天在那邊插入有沒有 右鍵然後插入超連結 而且如果你的連結非常多的話 每天做一次太浪費時間了 而且說真的 如果我是老闆的話 我會不想花這個錢 請你做這些事 我寧可就是先培養你把程式先學好 因為你們效率會比較快一些些 不然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點太浪費時間在這上面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回到剛剛這一題 主要我希望做出第一個清除 第二個全部OK了 那這一題基本上這兩個按鈕非常簡單 只要四行程式就搞定了 第一行程式就是for i 等於什麼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這個打過恩變了嘛 接下來就是sales的i列的b欄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放過去就好 OK 然後c欄放過去d欄 e欄 就是這幾個公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有些是已經寫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先寫清除吧 清除的話 就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next 然後b欄就這樣了吧 c d e 全部清空嘛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ok 清除 ok 它一下就全部完了 然後你再把中間這些怎麼樣 分別後面再貼公式過來就可以了 貼公式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們貼的時候呢 這個過來 有沒有 2變3 3變4 那你就是把這個改成i比較好 ok 然後這個下一個 你會發現就這個改 所以這個也是改i 這個的話呢 這個兩個 兩個改i 這個的話呢 只有這個d改 改一下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分別貼過去之後有沒有 再把需要改的 本來這個是a2嘛 那你就把a2改成那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做完你可以用貼的嘛 反正看幾個都貼幾個 這樣不就ok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甚至喔 如果將來你希望連這個都不用改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招 什麼呢 把這邊全部都變成名稱 就是 A2的話 直接就是把它當 假設了 我把這些全部都變成名稱 那變名稱最快的方法是 選取它 Ctrl Shift向下 那因為它有五個欄位對不對 我可以用 之前也跟各位講 從第一名 就是公式裡面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 意思是它的名稱在上面 它的範圍在下面 自動幫我建立對應的名稱 OK 它會建12345 那再來的話 你這個A2有沒有 其實你就不用用A2啦 你這邊的話 直接跟它講說在號碼 你可以用F3 然後它是號碼 它一樣可以做出結果 有沒有 這個就變號碼了 那你想說 我是號碼 不是這麼長的出來 為什麼你 它會抓 因為它會找相對關係的儲存格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可以把它改成那個 那個F3 可以用那個 所謂的號碼 可以打個勾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就是把它改什麼 一樣F3 等於101年的機率 加上F3 102年的機率 打個勾 這樣也可以 那這個的話呢 一樣是 這個 你就F3 找到核起 這個的話呢 也是核起 不過你會發現 兩個都核起 可是因為這個 只要抓一個Lumber 所以它會抓同一列 旁邊的這個 那底下這個是REF 是Reference 是範圍 所以它會把整個範圍抓過來 OK 雖然名稱一樣 按確定 結果就OK 那如果你把它變名稱的話 將來在VBA裡面呢 你一個字都不用改 怎麼說呢 你就直接這樣 這個複字有沒有 然後取消 貼過去的話 剛剛要改那個I 現在呢 完全不用改 直接貼就好了 這個呢 也完全不用改 不過我剛剛是102 然後後面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定義成名稱的話 像這個呢 也不用改 直接複字有沒有 直接貼過去 那貼到哪裡呢 貼到雙引號裡面就對了 反正一定是雙引號裡面 這個的話呢 也是一樣 當然就是一定要是名稱 然後把這邊有沒有 也是貼到雙引號裡面 好 那我一個字都沒有改 我只有貼而已喔 好 那我們來Run一下 會不會成功 嗯 有沒有發現 一個字都不用改 所以未來 假如說呢 你要 配合VBA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你把全部都定義成名稱 以後你一個字都不用改了 OK 這地方其實每個地方都適用 不是只有這邊喔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是改啦 OK 雲端上是有改 第二個如果說你全部都不想改的話 請你把這個五個欄位選起來 然後用什麼 用那個公式裡面的 從選舉範圍頂端列 然後再用名稱就OK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是怎麼樣 我希望幫我挑出 如果它是排名前七名的 就幫我把前面的顏色 換個底色 這樣子有沒有 七 第二 有沒有 所以這個程式該如何寫呢 我希望怎麼樣 如果這個排名喔 是小於等於七的話 那就把它同一列的A欄底色 換成黃色 所以程式第一個過圍圈 第二個邏輯判斷 第三個 就是再把底色換 所以其實只要五行 程式就寫完了 OK 來試一下 畫面先切一下 OK 所以其實你會慢慢跑來跑去啦 VBA 其實不需要寫的非常複雜 一樣可以跑出需要的結果 OK 試一下 剛剛主要就是說 可以把裡面 如果你要終極的 就是以後寫VBA 都不用改公式的話 那你就可 你就需要把裡面 所有的欄位 都改成名稱 那以後呢 用名稱去 去把公式帶出來的話 這個公式 以後 如果丟到那個 VBA裡面 讓他去執行的話 一個字都不用改